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騎車過斑馬線到戴轉閣 隨後往左大迴轉離開 但他似乎沒有發現 原警就在後方目睹全程 同樣在新北市三重12號下午 騎士在原警面前違規 讓等紅綠燈的民眾全看傻眼 29歲的高姓女子違規闖紅燈 儘管她事後攻城身體不舒服 才想要迴轉停靠路邊收席 但違規事實明確 被一刀交條例 開罰最重5400元的罰還 身體不舒服 明明可以趕快熄火 究竟把車停靠路邊 卻是選擇闖紅燈 這說法看見民眾和警方眼裡 恐怕都只是理由 TV新闻無全家賣新聞報導